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的7月22日 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非常低调地开完了 昨天共产党发布的三中全会改革决议可以说相当让人失望 A股也相应地给出了小幅下挫的反应 决议中都是一些既要又要的八股文字 比如既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又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再比如既要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掌控力,又要推动技术革命 各种既要又要,既不切实际也都相当的不接地气 共产党的通稿通篇不离百姓和民生 而实际上经过解读后我们就会发现 一切都是在说要怎么给人民加税 怎么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令人十分的绝望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大家一直关注的焦点 无非就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 比如一,新的财税改革到底要怎么进行 中央和地方的市权又如何重新分配 二,有没有一些切实提高人民收入 关怀需求端的改革政策出来 三,房地产市场共产党是不是还是强行要拉 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出来 怎么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等等 所以这期视频,小翠就试图帮大家 从共产党的长篇八股报告里找出一些线索 翻译成人话,看看究竟接下来 中共的政策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这些新政又会如何影响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首先咱们聊聊共产党对房地产的定调 这次会议,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什么样的新模式呢? 我给大家用人话总结一下 就是政府要积极引导大家买房 继续骗韭菜上车 搞可持续性的节者而鱼 韭菜长歌 具体来说 比如大家深恶痛绝的房地产预售制 公摊面积不透明 这些都可以改 因为这些老百姓一下就能看出来 你不改不行 但是比如房子质量差一点 住了几年漏水漏电什么的 这个就不可能会改了 因为交房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有问题 反正就是一个原则 用最低的成本骗你买房 那么剩下那些买不起房的穷人呢 政府也给你安排好了 都骗去住保障房去 保障房也不是简单的单一出租的商业模式 而是改进了一下 你们可以边租边买 比如你可以先交几年房租 如果后面你想买房了 这些钱就可以当首付 如果你还是继续选择租房 那么就算租金 但是政府一次性问你收走了一笔钱 明显他们又赚到了 其次各个地方政府手里捏了太多保障房也筹租啊 所以势必要配合抢人运动 而现在中央也给了抢人思路 那就是抢农村人口 搞一部分租售同权 啥意思呢 就是让农民们进城 买不起房就先租政府的保障房来住 住进了保障房 你就可以享受一部分市民待遇 比如孩子有学区可以读书 而不像以前农民工就属于外来人口 没房子没户口 孩子也不能上公立学校 农民兄弟们作为房地产最后的接盘侠 共产党为了骗农民进城 还会改革农村宅基地不可自由交易的规定 现在地方政府是穷了 拆不起城里的房了 但是他们还是拆得起农民的宅基地的 拆了农民的房子 接着用很少的钱忽悠他们进城 成为整个房地产游戏最后的接盘侠 共产党原话是这么说的 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 允许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 探索建立农民进城落户 自愿有偿退出土地和宅基地权利的办法 大家评评 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 以上各种手段和趋势 咱过去一两年间的节目里 但凡讲房地产的 其实都有提过 少一个都算我输 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了 最后特别讽刺的是什么呢 三中全会公报里 共产党说了 这次的房地产改革 主要是本着改善民生的目的来进行的 是为了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就是共产党洗脑的方式了 他但凡要来打劫你 每回都说的天花乱坠 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跟诈骗犯是一模一样的 咱做久了中国的老百姓 要有所觉悟 但凡是好事 那共产党都是先偷摸着疯了 哪能轮得到韭菜呢 能拿着大喇叭喊出来的 只会是对党有好处的事 对老百姓来说 那都是巨大的天坑 而如果您想要退坑 给家人创造一个 起码还有希望的未来 不妨把目光打开 放眼全世界 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移民项目 我们这有一个长期合作的 移民机构介绍 短篇照例放到片尾 有需要的朋友 请您留到最后 不管是北美 欧洲还是亚洲 有投资移民渠道 也有技术人才移民渠道 具体哪个适合您 大家可以扫描视频中二维码 专业顾问为您免费评估 最后小翠提醒您 我们做过的所有移民推广 从未参与签单分成 只做信息渠道分享 移民姿势体大 请您多听多看 谨慎选择 果断决定 说完房地产 咱们再说说 会前已经大肆炒作的 财税改革 上周的会员直播里 我刚跟大家提过 我家里突然遭遇 查税罚款的铁圈 再加上我各处打听了一圈 我现在大概已经摸出了 这次财税改革 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 终极目的就是一个 增加财政收入 反正就是要搞钱 其次 消费税的改革 不仅仅在于 地方和中央 怎么分成的问题 而且还把消费税的 征收环节后裔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在哪消费 消费税就交给 哪个地方政府 而不是像以前 商品哪里生产的 消费税就由哪里的 政府代收上交中央 那么这实际操作中 会对企业和政府 税收各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可以拿茅台举例 首先第一个影响 就是像茅台这样的生产商 消费税后征以后 极有可能利润降低 因为以前的消费税 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 那么像茅台这样的企业 一般都会自己 成立一个销售公司 然后把自己的产品 低价卖给自己的销售公司 这样就可以合理避税了 但现在消费税后宜 那就是终端销售价是多少 消费税就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征收 纳税人也从茅台 变成了茅台的销售商 销售商要承担这么高的消费税 那么必然茅台需要 降低自己的出厂价 帮销售商承担一部分 如此一来 很有可能茅台的利润也要下滑 那么贵州政府就要哭了 其次像贵州这样的省份 一个省全年的消费额 也就4000亿人民币左右 而上海去年全年消费额 1.85万亿人民币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技术 来计算消费税的话 那么上海以后 可以增加上千亿的消费税收入 而贵州一个省 只有上海的一个零头 所以很明显 这轮消费税改革 就是对像上海这样的 经济发达城市最有利 但共产党这么做 不是为了让经济发达城市 能够财政更宽裕 而是为了能从这些地方 拿走更多的财政盈域 说白了就是 让经济发达地区 创造出更多的税收 一共中央支配 原先我也以为 中央把消费税分给地方 是为了减少转移支付 让财政困难的地区 可以缓解一下压力 但是细细一算账 我发现错了 消费税改革 可能不仅不能增加 财政困难户的税收收入 反而会减少 他们的其他税中收入 比如茅台销售额下滑 利润下滑 那么最直接的 贵州政府就会少收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消费税的增加 能不能抵消这类损失呢 我看很难 因为只有消费旺盛的 沿海发达城市 才可能是赚的 所以中央消费税改革的目的 只能是通过让沿海 创收更多消费税的方式 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因为中国的地方财政盈域 如何上交中央 交多少给中央 完全是中央收了算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因此这套消费税改革 基本上就是因为 现在沿海还有油水 所以中央亲自下场 来搜刮名指名高了 沿海多收了税 最后还是都被中央拿走 再用于转移支付 去接济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 那么请问大家 这样做对中国的沿海经济 有什么好处吗 完全没有对吧 现在在沿海各种税收倒查30年 巨额罚款币的很多企业 只能关门结业 实际上已经影响了 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就算是上海 像宝山崇明这样的区 也早已靠向企业借钱来发工资了 还有上海的一些大国企 一直拿不到国资委的拨款 怎么问都是没钱 那么请问大家 上海每年的财政盈余都去哪了呢 都进了谁的口袋呢 所以沿海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碎尽了 沿海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届时铁拳一定会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 本次三中全会提到税制改革 还有一句话 也是细思极恐 说的是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 落实税收法定 严禁违法违规的政策优惠 现在沿海有些城市已经在逼企业退还以前给的税收优惠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过去这些年地方政府基于企业的一些税收优惠 在中央眼里就是不满意的 于是中央给扣了一个违法违规的帽子 倒闭地方去找企业把优惠吐出来 说到底中央还是为了想尽办法多弄钱 节责而渝 而不考虑地方民企大量被罚款倒闭 会对地方经济和就业率造成怎样致命的打击 其实仔细想想 这也符合共产党的形式风格 因为税务部门就管要钱 发展不是他们考虑的事 因此他们只会朝着自己的要钱目标去做事 至于伤害了经济也好 民生也好 这都是别的部门的事 他们就只管自己的KPI能完成 能向皇上交差就行 中央为了让地方能够增加财政收入 还给了两条政策方针 第一条就是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也就是说现在你只要在哪个城市打工 就可以没有户籍限制的在当地交社保 灵活就业人士也可以交 以前不能享受的失业工商生育保险 现在都可以享受 这么做看起来是有利名声 但实际上只是为了让地方政府增加更多的社保收入 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进程 缓解各地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 因为按照中国社保基金现在的发展趋势 现在老老实实交社保的年轻人 30年后退休很有可能是连自己交的钱都拿不回来的 这是中央给的第一条创收方案 那么还有第二条原话是这么说的 研究把成建教育等税合并为地方付加税 授权地方自定税率 这就相当于是给了地方一个自主向民间加税的权利 税种不重要都是名头罢了 税率自己定财重要嘛 可以想象有些地方财政几乎破产 又迟迟等不到中央的转移支付 正愁没正当理由抢劫老百姓呢 现在中央给送了这么大一份力 等于是默许他们可以合法抢劫人民了 所以三中全会的通稿看起来 句句都是为了民生为了百姓 结果人民最需要的需求端改革却没有 怎么给人民减负 没有 怎么增加人民收入 也还是没有 反而通篇都是 怎么增加财政收入 怎么向人民加税 怎么压榨民营企业 难怪这份通稿一出来 A股就以跌为进 市场给予失望的表态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 确实已经进入共产党执政的垃圾时间 不会再有什么真正有用的改革出来了 等他们这轮把沿海也压榨完 民营企业集体破产倒闭 那么大家就可能一起反平了 所以千万不要再对共产党抱有什么期望 不会有什么改革 也不会有人真正关心民生事业 中国老百姓只能自救 而不会等来救星 谁知道这段历史的垃圾时间 究竟要持续多久呢 好 最后是移民机构的宣传片 请有需要的朋友自行取用 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 探索全球移民项目 为您和家人创造无限可能 美国移民 选择EB5投资移民 投资80万美元 新政五排期 最快90天赴美 EB1A接收人才计划 为艺术 体育 文学 商业等领域的顶尖人士 开辟绿卡快速通道 NIW国家利益豁免项目 如果您有学士学位 加五年工作经历 或者硕士学位 可以结合工作背景来测评一下 加拿大移民 加拿大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教育 医疗及福利 移民项目繁多 对语言有要求 去评估后制定方案 欧洲黄金签证 通过买房移民项目 获得永久居留权 享受优越的地中海生活环境 包括 希腊 购房满25万欧元 约200万人民币 即可获身份 已确定8月即将涨价 西班牙 购房满50万欧元 约400万人民币 即可获身份 马尔他 约100万人民币 典直经济上行 且日本福利优渥 为您带来稳健的回报 和生活品质提升 为未来投资 今天就行动 预知更多详情 免费评估个人条件 现在就来扫码了解一下吧